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然后南方家园再翻一个 他们第二年是出一本 那个年代所有画家的故事 书信集 然后用书信的方式去介绍 那个年代各个画家 毕卡索啊 达黎那些人的风格跟个性 然后今年是出了 就回到费自由跟海明威身上 对 两个人的爱恨情仇 对 从认识到决裂的之间的 各个种种交缠不清的关系 对 好 但是我们今天要认真来聊一下叶卫阳 所以首先开始我先让刘继 帮我们介绍一下叶卫阳这本书 大概内容情节是什么好不好 叶卫阳就是飞酒完成的 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嘛 然后算是他 他花了八年到九年慢慢写 然后算是偶心立写的 大 极大层之作 其实里面故事非常复杂 然后叙事也很复杂 一开始是讲一个 年轻的美丽的 刚要诞生的星星这样子 女演员 来到南法 然后认识了一对 算是绝配的夫妻 像是神仙眷依一般 男的又很帅 男的风度翩翩 女的就超漂亮 然后狄克跟妮可 然后是代佛家 他们姓代佛 就认识了 然后立刻一见钟情就爱上了 那个有父之夫 主角狄克 然后就发展出一段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那种 外遇的关系 然后第二章就立刻转换 转换 转换情节 和观点 变成回到 狄克跟妮可 这对夫妻身上 后来就变成描述他们从 一开始怎么认识到 怎么结婚的中间的过程 但第二章后变后半段又又转换了 就还回到了 狄克跟罗斯玛依认识之后的情节 本来是回顾他们那对夫妻过去 后来就变成回到现在 然后就讲 这个年轻女演员 跟这个她爱上了有夫之夫 然后还有他们夫妻慢慢决裂的关系 慢慢演 然后到第三步是最终大结局 就是怎样这对夫妻怎么样走向决裂 然后她狄克怎样跟罗斯玛丽 又没有什么下场 好的结果 然后最后绝燃一身的隐没在美国之中 好 这男主角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医生 对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精神 她的梦想是要成为 史上最伟大的精神科学者 譬如说像佛洛伊德一样 她想要超越佛洛伊德 她很希望有一番作为 而且她好像真的有这种才能 就是她有写过几本书 好像真的很不错 对啊 结果爱上了傅家女 而且那个女 傅家女是她的病患 是一个精神病患 然后她爱上 照理说医生不能爱上病人 但她就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她就是爱上了 爱上了并且娶她 对 而且还用尽全力医治她 一方面是爱 一方面她抱着一种 就是她有一种奉献的精神 就是她想要照顾她 然后她想要 可能可以借由这个方式让她痊愈 就她这个主角一直有一种 想要为她人奉献的精神 对 对想要照顾她人的那种精神 所以她她就娶了 娶了妮可 对 但是没想到后来 她妮可真的后来慢慢就全越来越有精神 然后越来越懂得爱人 但她自己反而慢慢被掏空了 慢慢变得不懂得爱人 嗯 所以就是一种 很悲剧 对啊 有时候奉献未必是 就是奉献有时候是对自己一种消耗 对啊 你有时候很希望奉献 为这个世界奉献什么 但是你要注意自己可能会因此被掏空 嗯 这个书里的主角就是这种下场 对 而且妮可最后是因为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 而离开这个年轻有为的 用尽一生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 看一种是妮可好像是一个很绝情的人 是 她自己好了之后又就跟别人跑了 嗯 另外一种角度看你可以说是 其实里面有暗示说 然后迪克其实有促成这件事 就是他觉得 他想要挽救自己 嗯 然后他 而且他觉得妮可可以独立了 所以他想要把他退出去 这种关系之中 有这种微妙的关系在 然后好像 迪克想要把他退出去 又想要把他留住 然后妮可 想要离开 想要独立 对 但又好像舍不得离开迪克 所以这后面的 最后几张的关系会非常的复杂 嗯 情节会很紧绷 嗯 好就是稍微了解一点点费资解罗的人 可能会觉得还蛮 有一点 书中人物跟真实人生的互相对照 因为费资解罗自己就还蛮常爱上富家女 他人生里面有一句很悲剧的话叫做 穷小子不该妄想爱上富家女吗 对啊 其实富家女他就是知道会对他有害 但是又没办法 他一直都爱上富家女 嗯 就像有些女生会爱上帅客 没有办法克制 就即便知道他是一场悲剧 他还是会不停的人生会重复这件事情 他好像第一段恋情就是这样对不对 对 但是就不了了之吧 被对方家长嫌弃 嗯 因为他本身大家很多人觉得费资解罗是个有钱人 其实他没有啊 对 他其实算是个中产甚至中产以下就是他他他他妈妈是很有钱的 也不算有钱就是出生名门啦 就是有那个血统的 嗯 有钱人 他是他爸爸是个普通人 然后又后来又经商失败在家里就没什么地位 嗯 那飞丽酒就在从小在这种成长中就会觉得就看着父亲跟母亲的关系就觉得金钱很重要啊 对 就是爸爸没有钱反而变成在家里就没地位 嗯嗯 所以他觉得金钱对一个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他又他又不是那种出生上流然后天生就很有钱的 他得要用尽一切的手段去获得有钱 嗯 进入那个上流圈子 嗯 那娶富家女也是一个方法 对方法 对啊 之一 洁净之一 所以刚刚刘继讲到他的第一段恋情 其实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无疾而终嘛 他跟那个女生因为那个女生的爸爸很嫌弃这个穷小子 好像后来多年之后费资解罗成名了 变成了一个大鼎鼎大名的知名作家 在一个party上又碰到了这个女生 对啊那个陈隆斌写的那本书里就有提到 他他其实有时候也只是蛮残酷的 就是那女生来问他 然后问说你书里写了那么多本书 书里有写到我吗 就是我们谈过这段恋情 很自然嘛 对不对 哇我小时候跟一个大作家 他谈过一场恋爱 对 飞酒就问说你觉得哪个贱人是哪个 就其实他他对对这种富家女士又爱又恨 嗯 他的老婆也是富家女啊 然后也是出生名门 那个老婆的父亲是岳父 就是知名的地方的大法官 所以他那时候要娶好老婆也是被嫌弃啊 那老婆知道他没钱就就什么都不用谈 嗯嗯嗯 那个 立刻就回绝 后来是因为他出了第一本书大卖成为名人 城市乐园 而且赚钱 对 对 立刻 立刻挤身上瘤 变成名人 老婆就立刻答应嫁给他 这本书本来叫夜色温柔 那深夜里的温柔就是在黑暗之中 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 温暖的地方 那其实就代表这个主人公啊 嗯 他就是虽然处在那么个人问题还有周遭问题那么多的情况下 但是他还是抱有一种要付出的心 嗯 所以他一直靠不断的付出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 对 但这也是一种缺陷 就是他需要别人的注意 是 所以他一直参加各式各样的派对啊 嗯嗯 参加被众人围绕啊 而且他在所有场合都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是 而且他那个时候要写出第一篇长篇的时候 还真的是破釜成舟的下定决心 他要写出一篇长篇 而且那个目的是真的是有很大部分的原因 是为了要追这个他的太太 啊 对 但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嗯 所以他一直想要写一本伟大的书 嗯 那第一本就是他的 也算是他的费心心思的一本立作啦 就是他他想要一举成名 对 但是就真的成功了 对 他就他也是直付了几年吧 之前一直在一些小公司上班 广告公司写文案 对 但他真正的心力就放在写小说上面 啊 他觉得这是他唯一的才能 然后他想要发达就要靠这个 对 要嘛就是娶富家女 要嘛就是写小说成名 所以其实他在人生的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这两件事都达到了 对啊 算是非常幸运 但是后来就是 就是从天风开始往下坠 嗯嗯嗯 一开始成名 所以有时候成 呃 找成名也未必是好事 哈哈哈 往后人生就只有往下走 海明威就把这个 菲斯杰罗一路往下的 呃 这个 这这个人生 有一部分就规则给了他的太太 好像他认为他的太太 其实是不怎么 帮助他自己的先生 在叶未央里面 感觉上好像也是这样 对 呃 海明威就说他老婆是 是突婴啊 菲斯杰老婆其实这个有才华 而且很敏感的女性 嗯嗯嗯 然后那那个女性在那个年代就 比较不容易发展自己的东西 对 所以当然他有一些 呃 不得志的地方 就是他看他老婆 他看他老公 那么成名 然后那么有才华 但他觉得他自己 其实有相同的才华 对 但是不受重视 对 然后所有人都只知道 他是非自己的老婆 嗯 然后所以他 他其实 一直发展自己的才华 比如说他去跳舞啊 画画啊 他去学画画啊 然后自己也写书啊 嗯 但是 好像评价都不是太太 都活在他老公的阴影下 那他 那 他就会巴着他老公不放 嗯 就会一直 那个海明卫就说 他其实是非主流的竞争对手 嗯 就他想要把他拖垮 嗯 让他不要那么 那么光芒险耀 是 然后让他自己的光芒出现一点 对 所以他就会一直让他去参加派对啊 对 然后不让他有时间进行来写作啊 嗯 一直叫他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所以会 海明卫会觉得这是 他老婆是来好干他 不是来帮助他 嗯 所以这个 这个在书里面 也是呈现成这样 就是他 对 书里的女主角是 是个有问题的 精神上有问题的 对 女生 嗯 他是会拖累他老公的 嗯 就是他的精神问题 会让他老公一直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照顾他 对 然后反而自己的事业没办法发展 嗯 嗯 好 嗯 不过说回来 虽然在这个 这本书里面 叶未央里面的这个男主角 最后他也没有功成名就 他最后其实也没有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学者 嗯 但是我们还是依然会在这本书里面为什么他会打动我们 就是他依然是存留着一个非常温暖的心 而且没有停止对于就是怀抱着希望这件事情 对就是其实费之旧 为什么这本书本来叫夜色温柔 嗯 就讲一种虽然是他深夜里面的一种 无止境的温柔 嗯 那深夜里的温柔就是在黑暗之中 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温暖的地方 那其实就代表这个主人公 他就是虽然处在那么个人的问题 还有周遭问题 那么多的情况下 但是他还是抱有一种要付出的心 他他会不顾自己的去照顾 让每个人都安心 他就像一个很好的那种派对主人一样 嗯 把所有的宾客都照顾的 照顾的好好的 对 那他自己就会觉得满意成功 对 那他一直到最后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情节 就是他去帮助别人 第一章他就会去帮助那个年轻女人 那个年轻女人碰到一件 其实有点奇怪的谋杀案 但他就会不顾一切去帮助他 然后为他着想说 他还有未来是刚要起步的明星失业 所以不能有什么丑闻出现 所以还会帮他遮掩 对 你可以看到他在里面是非常能干的 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手张都可以迎认而解 对 都难不到他 到了第二步 他开始慢慢堕落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他有越来越多时候 需要别人来帮助 就可以显示出他的能力越来越差 对 他其实也是有脆弱的那一面 对 然后第二步 最后他还跟人家打架被抓到警察局 然后这时候就要去就要靠他那个老婆的姐姐来救他 反而他变成一个被救 但他他会自己会觉得非常屈辱 他好像是自己不行没有能力了 然后这是他人生最低潮 然后他从此就开始放弃一绝不振 那他到了第三步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要怎么样重新找回一些信心 所以他的整个那个个人的那个成就的来源都是靠帮助别人 所以他一直靠不断的付出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 对 但这也是这种缺陷 就是他需要别人的注意 是 所以他一直参加各式各样的派对 然后参加被众人围绕 而且他在所有场合都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是 这这一种缺陷也是一种优点 所以他既温柔但是这种温柔也害了他 就是他要不断的帮助别人 然后甚至帮助他缺了他老婆 对 也是因为抱着这种心情 对 但最后反而是害了他 对 对 最后帮助到最后他甚至让一个恢复了健康的太太 跟着他的情夫走了 对啊 他还主动帮助他们走了 飞酒最最重要的两本书 其实就是大人小专跟叶未央 大人小专是等于是完美无瑕 就一个非常精美的杰作 几乎没有找不到缝隙 叶未央就反而是相反 就是你可以看出这本书篇幅非常大 然后讲的事情很多很庞杂 然后空隙很多 但春上春术就说这本书其实是 有很大的胸怀 就是他可以包容所有的东西进去 费资杰罗人生里面其实真的很难想象 他非常向往上流生活 他非常希望变成有钱人 变成有钱人之后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奢华的 对不对 跟这个小说里面也是很像 对啊 他们那时候就在欧洲到处花天酒店 那书里面都是情节都在 大部分都在南法 那个蔚南海岸那边 超漂亮的 然后都是别墅的地方 对 然后每天都有各式各样有钱人在开派对 有时候在游艇上 对 有时候在沙滩上 对 他们过着就是这种生活 这个奢华程度 我们可能真的很难想象 就是这一对夫妻 不是说费资杰罗夫妻 在真实的人生里面 是没有太常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的在各个城市之间 换地方住 然后租旅馆 或者是租别墅 那时候美国有钱在法国 南法就是过这种生活 那时候很多小镇 南法很多小镇都很漂亮 然后他们就到处跑 然后每个地方待一段时间 对 然后那时候美金又好用 就租个别墅也没有多少钱 然后那里面有写到他们那种 过的生活实在是难以想象 就是他们那个行李是好几车的 然后跟着跑 然后整个坐火车的时候 整个一个列车可以包下来 放他们的行李 然后跟着去他们去下一站 这样 对 这真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像费斯杰罗夫妻 又只有一个小孩 曾经租了一个有三十几个房间的别墅 那样子的别墅在住 他们那二零年到三零年的时候 就是经济大萧条之前 他们那时候是非常好 非常奢华 非常阔绰就是钱很好 美金很好用 他们是战胜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 战胜国 然后美国国力最强的时候 世界顶尖强国 然后法郎的汇率是很好的 对 而且法国那时候是战败国 所以是不是战败国 但是他们是刚从战争中起来 对 战火在他们的 对啊 在他们本土发生 所以他们有很多东西 要开始重新建立 是 那时候美国刚好就跑进去 还他们的钱 帮助他 对 类似帮助他们经济一样 是 海明威其实这就曾经说过 法国有很大的好处 他说了美景美酒美食 就是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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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便宜 那费之杰罗是比较夸张 他可能住在自己的房间 那个别墅是为了开派对 他需要很多房间 让他有宾客可以享受 这样 一般美国人不一定会这样 好 可是虽然我们说叶未央里面 讲了很多派对 很多奢华的生活 可是费之杰罗在创作 这本书的时候 他的人生其实应该也碰到 很大的困难 对不对 刚刚刘继一开始有说 他其实长达八年的时间 那时候刚好是他写完 二五年吧 从写完那个大人小传开始算的话 那时候刚好是美国经济 也是从二五年顶峰的时候 一直开始往下掉 叫三历年经济大萧条 对 然后刚好飞机游就碰到那时候 所以他写作过程就是从 巅峰一直写到 最败落的时候 那他的经济 他本身个人的经济也是 也是这样吗 对啊 越来越糟 因为大萧条 大家的钱都不值钱 然后他也是欠债越来越多 因为他 过那种生活 一直过着这么虚滑的生活 然后他老婆精神越来越不稳定 三历年才开始一直进出精神病院 那他花费就更大 要要医药费 是 然后要照顾他老婆的一些 请看护的一些钱 还有他女儿要上大学的学费 然后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他欠的债越来越多 然后他又为了写这本书 要花很多心力 然后也没有 就他这本书为什么写那么久 因为他要想办法去赚钱 他要写很多别的东西 去赚一些稿费 立即的稿费 因为这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完 然后又没有钱可以进来 他就一直在这种挣扎之中 慢慢把这本书写完 所以是偶心力写自己做 真的 而且这本书跟他的 这本书的男主角的际遇 反映了他个人那段时间的际遇 对 就是从非常靓丽的生活 然后慢慢陷入绝境 然后本来是很有希望的 慢慢没有希望 嗯 书里面有一段 就是他跟人家打架 然后最后被带进了警察局 那个其实在他真实人生 也发生过是吗 应该 其实里面应该蛮多次 他真实人都发生过 对啊 打架 喝醉酒 被送进去应该发生过很多次 对 在他人生里面 其实并不罕见 对啊 然后他里面写到很多喝醉酒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打架 或者是说一些很恶毒的话 嗯 然后树立很多敌人 对 在书里面都写出来 其实就是他本身的生活的反应 嗯 好 但是 嗯 虽然如此 我们还是会非常喜欢叶未央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 他其实是一个很具有悲悯情怀的人 你会感受到这个主人 是一直很想要照顾大家 这样子这个观点之外 嗯 叶未央为什么他会成为经典呢 飞酒最最最重要的两本书 其实就是大人小专跟叶未央 嗯 大人小专是等于是完美无瑕 就一个非常精美的杰作 几乎没有找不到缝隙 然后 找不到缺点 对 像钻石一样很完整 就是一个很很完整的强烈的整体 你没办法拆开 对 但叶未央就反而是相反 就是你可以看出这本书篇幅非常大 然后讲的事情很多很旁杂 然后空隙很多 但村上村央就说这本书其实是 呃有很大的胸怀 就是他可以包容所有的东西进去 就非 呃 当然想象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 你很 你没办法改它 你没办法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精品 然后你好像很很难以接近 是 可能拿在手上就是要好好的欣赏 珍藏 嗯 然后你也没办法去怎样 但叶未央就是一个读者可以进入的世界 就是他里面很宽广 你可以随时翻开 然后就找到你想要找的东西 然后你可能可以从一些 可能跟本文无关的字句之中 找到你想要的 找的 它就像一个广大的世界 深夜中的世界 你可以随意进去遨游 对 然后可以带入你自己的心情 所以是一个 可能需要上一点年纪才能 呃 进入的世界 对 就是有人说那个 当然想象象是你三十岁之前要读的 嗯 但又一样是你四十岁之后要读的 哦 也许 你要有一些经历 然后你要知道 呃 人生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嗯 嗯 有时候你可能想要做好人 但是 嗯 嗯 你抱着这个心情 但是可能没有 这个世界不会让你这么容易做一个好人 对 有这种经历之后 你去进去又一样 你可以感受到很多无奈啊 很多悲悯的情怀 嗯 然后可以在其中 呃 比较容易感受 对 因为一样这本书里面 他最后就讲说 他常想要做个好人 要慈善 要勇敢 要锐智 不过这一切都相当困难 对啊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也希望为人所爱 对啊 多么那个谦卑的一个期望 对 但是又是多么困难 是 尤其是对这里面的主人来说 对废资结罗来说 其实也是 对啊 叶卫央跟呃 陈夏明所翻译的 太阳依旧升起 他是我们这一次的日夜大对决主角 对不对 对啊对啊 这可以预测一下日夜大对决的成绩吗 那我当然是说那个叶卫央一定完胜 之前之前几年都是海明威显胜 显胜一点点 对 小胜一点 只有一点点 那我这次希望能够绝地大反攻 希望叶卫 呃 因为我的制作也比他多 然后重点比他 金 我是做金装版 对 然后虽然价钱贵了一点 但是物超所值 希望这次能够大反攻 好 今天非常谢谢刘继的帮我们介绍叶卫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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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